西金,这位曾隐匿于喜马拉雅南坡的千讯小国,虽在地图上隐去身影,但领土金属印度,然其独特的历史脉络与文化韵味,却如一位不灭的传奇,永存于世人心间,一以生辉,西金王国,犹如一位坚韧的勇士,于十七世纪中期,在喜马拉雅山南鲁扎根,他身披群山环绕的铠甲,拥有温润的气候和丰饶的农田, 西金,荣巴人民勤劳勇敢,铸就了一支令周边国家敬畏的军队,在西藏的庇护下,西金独立而坚韧,孕育出独特而绚烂的文化,其字母与语言,揭示这片土地的骄傲。 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把西金拽进了殖民统治的漩涡,让他成为了英属印度的一员,一战后,英国稍作放手,让西金恢复了亡国的名义,然而好景不长,二战结束后,印度独立,西金又沦为印度的保护国。 1975年,印度毫不留情地吞并了西金,使其成为自己的一个邦,从此西金王国在世界地图上黯然消失,流亡海外的西金末代国王旺楚克。 腾心,纳姆加尔始终为西金独立而奔走疾呼,尽管前路漫漫,他仍承载着西金人民对故土与文化的深情厚益。 大国强权,常肆意划分疆界,小民族命运多舛,我们应真是世界多元,尊重每个民族与国家的尊严与权益。 西金,那曾经闪耀在喜马拉雅山东南路的明珠,如今已消失于世界舞台,它隐匿于中国西藏,不单与尼泊尔交汇的秘境,尽管面积仅七千余平方公里,却承载着丰富的地理奇迹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岁月流转。 他已融入印度的怀抱,成为一片新的土地,虽地图上难觅其踪,但西金的历史与文化仍一生辉,让人怀念其末代国王更在海外不懈奋斗。 七代有朝一日能重振故土荣光,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西金曾是西藏东南的一颗璀璨明珠,享有高度自制的荣耀。 然而,在1642年,戎八族首领春坯,纳姆加尔镇必一呼,西金宣布独立,揭开了新王国的篇章,西金王国实行政教合一,独具特色,文字和语言皆有极创,民族文化一以生辉,坚守着独立的信念。 西金王国成立后,与西藏结尾紧密的宗主与藩属关系,和平安宁的时光得以绵延,然而,18世纪中叶,崛起于喜马拉雅北坡的库尔喀人,野心勃勃向南扩张。 1788年,布丹军队翻越群山,首先向西金发难,西金虽英勇抵抗,但忠因力量悬殊而败退,国王携家眷逃往西藏避难,布丹军队在胜利后,趁西藏内忧外患之际,继续入侵,西藏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求援。 前龙盛世的清军迅速出击,打败了布丹,迫使其签订,终不友好条约。 承认西藏,西金为清朝蜀国,在清军的支持下,西金国王复国,但西金领土已被布丹侵占,将于缩小至元三分之一。 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心怀不轨,企图燃止喜马拉雅山南路。 1888年,英军悍然占领西藏边境要地,清朝无奈屈服,签订屈辱条约。 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署,西金落入英印之手。 自此,西金沦为英属领地,命运多舛。 1918年,一战落幕,英国为维持殖民利益,转变策略,选择归还西金,给国王塔西、纳姆加尔,让西金名义上重获独立。 西金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但实则外交国防仍受英国掌控,英国此举,不过是想借进步国家之名,赢得国际舆论支持,从而在巴黎和会上谋求更多利益。 1947年印度独立后,政府虽满怀壮志,却也步入了殖民者的老路,他们与西金签下条约,暗中操纵其国防外交。 1948年,印度更是扶植亲印势力,发动政变,将西金国王推翻,扶植拉尔为首相,将西金牢牢掌控在手中。 1949年,印度与傀儡西金政府秘密签署,印度和西金和平条约。 印度自诩为西金的守护者,剥夺其外交权,驻军并干涉内政,西金在印度专员公署的照料下,彻底沦为失去独立主权的保护国,黯淡无光。 西金王国的第十二代国王,帕尔登国王,1963年时,他开始接掌了西金政权。 然而,在帕尔登国王上台之初,整个西金王国就已经面临了巨大的王国风险。 当时的印度独立后,便开始不断地加强对西金的控制,除了直接派兵进入西金外,还控制了西金首都以及政府,并任命由印度人来做西金首相。 这无异于是将西金王室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是帕尔登却是丝毫没有办法,他为了抵抗印度,最大的手段便是娶了一位美国女人做王后,想要以此来寻求美国的帮助,尽管他费尽了心思,却依旧是挽救不了国家,最终国家还是由印度吞并了。 帕尔登国王沦为了王国之君,他先是被印度人囚禁,后在印度彻底占领西金,帕尔登又开始了流亡美国之旅,此后的许多年,帕尔登都在不断地在国际控诉印度的残暴,妄图想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让西金得以复兴,却始终没有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为此,帕尔登抑郁成疾,很快地就病倒在床了。 直到1982年时,帕尔登因癌症于美国纽约去世了,在帕尔登临终前,他还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望楚克,腾心,想要他继承王位,称他为西金王国的第十三代国王时至今日。 望楚克,腾心还在美国不断地号召,他想要得到世界的支持,同时还号召百姓起来反抗,企图要恢复西金国的独立,尽管如此,却再也没有人响应了。 事实上,西金复国已经是无望之势了,西金王国的人口本来就少了。 而在西金被印度吞并之后,印度又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使西金原来的民族成为了少数民族,如今是尼泊尔人占了大多数。 尼泊尔为了保持与印度的友好关系,自然支持印度。 因此,即便是西金王室能够回到西金,国内的大部分人也不会支持再次建国。 当地人口结构早就已经发生了改变,西金王室早就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又要如何建国呢? 不可否认地说,对于西金的灭亡这一历史过程来说,也自是有其本身的原因存在的。 但是,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变迁,以及地理位置的情况来看,灭亡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 而当西金王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之后,要谈复国,也只是天方夜谈了。 首先,国王纳姆加尔的坚韧不拔令人感叹,他在面对英国殖民和印度霸权的双重压力时,始终未曾放弃对西金独立的信念。 纵使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无数小国,他仍然保持着对自己国家的深切眷恋,这种对独立的坚持,是每一个国家应当有的精神品质,他超越了个体的利益,成为一种为国家尊严而战的决心。 其次,西金的命运告诉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小国常常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英国的侵略,印度的霸道。 小国西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面对强权的欺凌,小国往往寡不敌众,他们的选择往往被限制在顺从或者反抗之间,西金之所以成为印度的西金帮,更是因为其实力相对较弱。 难以抵挡印度的强大压力,这为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弱小国家如何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从西金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国际政治的残酷和现实,在印度野心膨胀的时期,西金成为了其视野中的一块肥肉,不论是国际社会的末世,还是印度的霸权,都让西金陷入了困境。 这也提醒着我们,国际政治并非公平公正,而是充满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考量,小国在其中往往无法游刃有余,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国王纳姆加尔的逃亡和儿子旺楚克的外交奔走。 也反映了小国在寻求支持时的无奈,西金在面对印度的霸道时,不得不寻求他国的支持,然而,由于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一努力未能换取实质性的支持,这也引发了对国际社会在危机时刻是否真正关心小国问题的深刻思考,总的来说。 西金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国际关系中,小国的地位异常脆弱,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国际社会在处理地缘政治问题时,应该更加注重平等和正义,给予小国更多的发言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